被权王朝的义文娟真的那么风流吗 不是洗白塔 而是所有的错不应该都怪在女人身上 给明德帝戴绿帽子 跟叶炳之私奔 最后转身投向师兄洛青阳 这些话是观众对义文娟的印象 但看过原著的我 说实话也先理解义文娟 原著中对义文娟的经历 并没有刻画的特别仔细 只说她是个顶尖的大美人 是影宗宗主之女 从小和叶炳之确实有娃娃亲 叶家没落之后 为了维持影宗在江湖上的地位 义文娟被逼着嫁给了萧若瑾 成了宣妃娘娘 自此她真的成了那龙中鸟 都说义文娟利用叶炳之来追求自由 但这何尝不是一种自我救赎呢 况且在她得知 叶炳之的真实身份后 便没了利用之心 都说她明知自己的婚事做不了主 还非要去疗伯叶炳之 但作为一名女子 想和自己心爱之人在一起 又有什么错呢 当初和叶炳之私奔 如果可以的话 她愿意在若水和叶炳之过一辈子的 但萧若瑾顾着皇室的民生 以萧宇并重的消息 把她给骗了回去 若不是为了保护儿子 留下她的皇子之位 义文娟不会甘心的待在皇宫 扰乱天下这口大锅 为什么要扣在一个女人身上呢 明明从头到尾作恶的 都是那些权力至上的人 如果不是亲王污蔑叶家 叶炳之就不会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和义文娟的婚约也不会作废 如果不是萧若瑾硬要娶义文娟 那叶炳之也不会进宫中原 如果不是因为皇子争夺地位 百里东君不会失去所有的朋友 最后导致心境大跌 此生无法进入神游玄境 都在为叶炳之苦焚 但她的死真的只是义文娟的错吗 并不是 在义文娟说出那句话之前 叶炳之早就毁不了头了 入魔之后她杀了很多人 其中不凡包括好人坏人 在她发动魔教东征之时 不管是域外还是中原 都会有成千上万的百姓 颠沛流离 叶炳之自吻不单单是因为义文娟 更多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族人 就像古臣为了保护白礼 萧若峰为了保护北礼一样 这个局面只能是用他们的死来打破 所以错的不是义文娟 而是权力之下复杂的人性 他们只是在强权下拼命相爱而已 演完萧自演萧毅 为什么开国皇帝萧毅还要找李鸿一眼呢 等了好久 终于等到今天 我那迷人的老祖宗 他终于出场了 萧毅一出场 全面十几句全白干 果然天斩剑是认脸的 不是李鸿一 他是真的不上场 演完儿子演祖宗 一样的脸硬是演出了不同的感觉 妥妥的剧炮脸 但别说这是关系糊 少年歌行中的萧瑟 确实最像老祖宗的一个 萧崇也是最像萧若姐的一个 并且作为系列IP剧 适当请演员回来反场 也可以联动两部剧 比起萧瑟的天之娇子来说 萧毅可以说是白手起家 在原著中 他五岁开始练剑 出身草莽 身份低微 向往江湖却没有条件拜师 穷的只能买起三文钱的地摊剑法 但他没有气馁 日益继夜的练习 与李长生相识 也是因为这套剑法 在他嫌弃剑法蠢笨的时候 萧毅却坚信 拒杀成他 终有一日 他会鸣扬天下 李长生此时还没想到 日后萧毅会靠着这本地摊货 直剑开出北黎盛世 还在剑谱之上 创作出了独一无二的 列国剑法 北历建国二百余年 只有萧毅和萧瑟 得到了天斩剑的认可 并练到了第三层金龙镜 就连昔日狼牙王 都只练到了第二层破风镜 列国剑法搭配上天斩剑 就算是李长生来了 都要掂量掂量 萧毅死后 天斩剑被封成于剑阁 在云影都未曾现世 就连剑法最高的萧若峰 都没能打开剑阁之门 只有萧瑟和洛青阳大战之时 以怜悯之心 才得到了天斩的认可 比起萧若瑾的生计多疑 萧瑟与萧毅的心境是最上红的 正是因为如此 才会在萧瑟十二笔剑 全都断掉之后现身 而他也用列国剑法 和入了神友的洛青阳 打了个平手 但作为萧氏祖传剑法 不同的人用也会有不同的效果 援助中萧若峰 就曾被夜顶之打得还不了手 当年他们还在 机下学堂时 凭借着这一套剑法 萧若峰一直站着 梁玉宝的第一 直到夜顶之的出现 萧若峰竟然被他打得还不了手 只能说 列国剑法和天斩剑一样 是有看脸的 双剑合并 还是要消逸和萧瑟 现在才懂夜孝英那句话的含金量 最后留下的往往是最痛苦的 可他们都死了 贝利大毒火 一句话都死了 就剩下我一个金家大将军 对于夜孝英而言 他根本不想当什么护国大将军 如果可以的话 夜孝英宁愿跟在萧若峰身后 哪怕是当个听命的小将 他都甘之如鱼 当初看的时候觉得过于夸张 看完哨白之后 忽然就明白了夜孝英的痛 17岁遇到萧若峰之前 夜孝英只是天启一徒步的儿子 当时他拿了一把砍珠的刀 面对身份尊贵的皇子 却丝毫不惧 萧若峰看着前面那个傻小子 魔刀魂魂像猪羊跟骂子 却颇具宰天下的气势 萧若峰问他 愿不愿意和自己一起征战天下呀 夜孝英却回了一句 乳买肉就滚 就这样夜孝英成了一名 行接校尉 一步步升到了票棋将军 大将军 还得到了皇帝遇刺的金甲 但萧若峰的死 一直都是他的心头痛 不单单是因为被死 那是因为他心中的大将军 没有死在战场 而是死在了自家的法场 在他心里 萧若峰是最好的头 当初包围夜顶之的时候 夜孝英就曾说过 萧若峰和青狼是一类人 都是那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 但萧若峰并没有当回事 仍旧为了哥哥的天下 四处奔波 在萧若峰登基的这条路上 萧若峰付出了太多 如果不是夜孝英带着虎笨狼 和天启斯守护杀到天宫殿 及时制止了其他六位皇子的阴谋 还在拿到龙风卷轴的第一时间销毁 念出了那个本不属于皇位的名字 萧若峰 夜孝英本以为他会一辈子 跟在王爷身后 做个听人使唤的小将 但他没有想到萧若峰 竟然会死在自己亲哥哥手下 而且进狱之后 萧若峰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 萧若峰杀人的旨意 也没有任何缘由 空挂了一个叛乱的罪名 这才是夜孝英不能原谅的地方 和唐琳之死不同 萧瑟为师兄报仇 还能找到仇人 而夜孝英空有大将军的名头 想为自己老大讨个名声都做不到 战斗半辈子的好友没了 夜孝英孤零零零的活了这些年 他并不是谋反 只是想给萧若峰讨个说法而已